英雄联盟亚洲对抗赛决战港督,推出限量一卡通,专属轻轨列车。 被受瞩目的英雄联盟亚洲对抗赛将于女港督高雄开打,亚洲实力坚强三大赛区将于7月6日9日集聚高雄展览馆,争夺亚洲对抗赛冠军殊荣。 本次不仅高雄市政府全力支持英雄联盟亚洲对抗赛,一卡通公司也合作推出独家赛事装署票卡,赛事期间更有彩绘轻轨列车运行,让玩家及选手充分感受高雄对电竞运动的热血。 由,Riot Games对玩游戏有限公司所举办的,2017,洲际系列赛亚洲对抗赛,在高雄市政府,Garima台湾竞母娱乐有限公司,CASO台湾电竞联盟及,CTSA中华民国电子竞技运动协会的努力, 最终确定首次的英雄联盟亚洲对抗赛定案在港都高雄举办,由亚洲三大赛区,中国、LPL、韩国、LCK、台湾、LMS参与,共12支队伍进行为期四天赛事。 自赛事也获得,Arsus华硕主要赞助,Twitch为主要转播平台,另外,Garima Live Yard Queue,Hong Kong Esports也将进行转播合作。 Riot Games 台港澳及东南亚区总经理 Wayne Lee代表 Riot向高雄市长以及市府团队致谢,并表示现今年轻人都非常关注电竞,却仍有许多长辈不了解,能够得到高雄市政府与市长的关注支持是电竞产业的一大助力, 难得能在高雄举办重大的国际比赛,也希望透过这次比赛让台湾电竞及高雄在国际上获得更多关注。 Riot Games 行销与电竞总监 Coffee 谈到,Riot很开心能争取在高雄举办英雄联盟亚洲对抗赛,也表示英雄联盟亚洲赛区实力坚强受到各地瞩目, 届时比赛将会以九个语言来转播,将比赛以及高雄风光介绍给全世界。 Riot Games 也对亚洲对抗赛的门票在开卖第一天五分钟内卖完感到惊艳,决定加码赠送入场观众不贩售也不再反的专属海报, 还有机会得到明星选手的亲笔签名,让观众都能有美好的观赛回忆。 记者会现场也赠送高雄立志中学电竞专班学生们每人一张入场票券,希望让更多学生看到亚洲杯精彩赛事。 Riot Games 和群慕被果群慕平台We Backers 合作推出英雄联盟亚洲对抗赛公益手票募资活动, Riot Games 会将募资专案票券所得, 全数捐给财团法人吉祥真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 购票的同时也做爱心,帮助更多弱势家庭孩童享有完善照顾。 Tassel 台湾电子竞技联盟本次协办英雄联盟亚洲对抗赛, 营运总监林又良也感谢高雄市长与市副团队, 对于亚洲对抗赛以及电竞产业的力挺。 而易卡通董事长史盛耀则很高兴易卡通能有机会和电竞合作, 并配合手票赠与专属于亚洲对抗赛的易卡通, 兼具纪念价值跟实用性。 对于本次英雄联盟亚洲对抗赛, 高雄市府展现力挺电竞的企图心, 从在市场地协助、交通载具及宣传等, 府内文化局、京发局、捷运局等投注的心力创各县市之最, 用行动与资源挨注电竞赛事。 曾于2015, 到法国为闪电狼打气的高雄市长陈菊, 也出席英雄联盟亚洲对抗赛记者会, 他表示高雄一直都很关心电竞产业, 对帮助产业及培训选手这部分也想多出点心力, 适逢英雄联盟亚洲对抗赛办在港都高雄, 希望能让大家感受到南台湾对电竞的热爱, 也希望未来高雄有机会参与更多大型电竞赛事。 市长更在现场分享他与电竞运动的渊源, 其实以我的年龄对电竞这项运动是非常陌生的, 当时正好在法国巴黎时, 收到了粉丝团上许多粉丝的讯息说台湾战队正在巴黎进行电竞比赛, 希望我能去现场为战队打气, 到了现场我才深深感受到原来电竞产业是这么有魅力。 而且闪电狼战队的牛排怎么长得跟我那么像, 让我感到特别的亲切。 最后希望代表四队战队,FW,AHQ,JGM17, 在这几天备战加油, 能将英雄联盟亚洲对抗赛的冠军留在台湾,留在高雄。 也相当感谢,TASO台湾电子竞技联盟能够共襄胜举, 进驻流行高雄海洋文化及流行音乐中心, 是电竞产业在高雄能够发光发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